這兩排好了 就看等下 哈囉各位好,我是磁魔七色七色的主持人們大家好,我是Derek 今天呢我們來到的就是EVACO 這一個商商他們所舉辦的一個發表會 那其實EVACO在過去 包含你說從2019年正式進入台灣 由安東集團沒有錯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 包含說KTM、Hasguana或者是 傳讓這些品牌同樣一個集團旗下的長榮機械所代理 那其實在2019、2021年呢 他們就已經有引進EURO Cargo 18.5噸的一個貨車車型 那這一次他們所帶來的 就會是全新的S-Wave的一個拖車頭系列 那講到S-Wave這個系列 其實它是接續EVACO這一個品牌 它先前所具備的一個Tralis 這一個品牌 這一個系列 它的一個Highway系列的一個延伸 那包含他們的全新的研發 歷史三年超過250萬個小時的一個 研發歷程 以及全車超過2000 2000個全新的零件等等 那也因為他們所講求的是最新的一個 能源效率的應用 去全新的一個車用科技 再加上空氣力學的一個設計 不僅僅它做起來舒適 開起來順暢 甚至是說藉由先進的一個科技輔助 也能夠讓油耗的一個效率再一次的提升 那其實我們來看到外型 基本上EVACO這一個設計 我們從過去的EURO Cargo 就已經可以略之一二 但是這一次他們所講求的 在能源效率的部分 包含說它的一個車身上面的一個曲線也好 或者是說你可以看到在側邊的一個線條 這一些不論是本身車頭設計 或者是說塑料的錢包桿 這一些線條都是為了讓空氣力學 能夠更有效的帶來車身的穩定 並且呢降低它的一個耗損 來去提升它的一個油耗表現 相比於過去的Stralis Highway系列 這一次全新的一個S位系列 可以達到4%的一個油耗精進的表現 可以說是相當的顯著 並且呢我們也可以看到它的一個全新的設計 包含說它的頭燈的一個位置也好 或者是說因應所謂的一個AS系列 它的一個比較高的一個車身 再加上它的一個軸距設定 其實你會看到 它會具有相當先進的一個科技感 或者說它的一個機械感受在裡面 當然本身它們這一次所採用的動力系列 其實也是相當的驚人的喔 這一次廠銅機械所引進的一個S位系列 總共會有三個車系 包含說530系列以及570系列 分別對應的是35噸以及43噸的一個設計 那本身它所採用的引擎呢 基本上都還是Crusor 13 這一個直列6缸高壓共軌柴油噴射引擎 那它的一個動力基本上就如同它的系列 它的一個最大滿力會分別是530PS以及570PS 最大扭力呢則是235公斤米 以及255公斤米 那它的一個載重表現 就如同我們剛剛所提到的35噸 以及43噸這樣的一個系列 那也因為它的一個先進的一個引擎技術的應用 再加上來自ZF的一個 Hytronics 12速的一個自手排變速系統 其實你在駕駛的過程當中 相比於過去大家所熟知 可能在商用車世代的一個手排變速來說 它其實會更加的便利 而且呢它在能源效率的應用 也會更加的一個升級在裡面 那當然本身他們這次所帶有的一個 車用的一個科技 包含所謂的一個ACC 或者是說它的一個 ESP的一個電子車身控制穩定系統 以及AEBS自動煞車系統 甚至說LDWS的一個車道偏移警示 是越來越多 我們所熟知在一個自小客車 或者說一個免用車上面 所能夠感受到的一些安全輔助系統 如今也慢慢的再去加入到大型商用車系裡面 那一方面是能夠讓這些專業駕駛 能夠開得更加輕鬆更加的便利 再來就是也為了去保障 更多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那其實進入到車內我們就能夠感受到 本身這一次的一個EVACO的SV系列 仍然它還是會以高度的一個駕駛取向 作為車身 車內座艙的一個空間設計 包含我們來換一個視角 本身它在駕駛座艙的一個型素 包含說它的一個儀表的一個部分也好 或者是說呢 它在一個中控界面的一個設計 其實它會越來越貼近所謂的一個 民用車家用車的一個使用思維 包含說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一個方向盤 設置它的一個角度 或者是說它的儀表的一個角度 再對應到前方擋風玻璃的一個視線 以及非常就手的一個中央資訊顯示幕的一個設計 當然空調或說其他的一個車用的一個功能設置 其實都還是會以傳統的機械式的按鍵為主 那基本上也會是需要希望說 能夠讓這些專業駕駛能夠去 盡量減少他們的一個操作 操作邏輯來去更方便更快速的做一些調整 當然也因為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它是自首排變速箱 所以它的一個檔位的使用 基本上它也會是以按鍵為主 那再加上它的一個 Push Start的一個使用按鍵 或者是說本身它有搭載 Apple CarPlay的一個中央顯示幕等等 其實這些便利的配置 都會是這一次全新的Eveco S-Way 它所強調的一些重點 那再來就是S-Way的部分 我們剛剛有提到 台灣長榮機械所導入的是AS系列車型 那這個車型所強調的就是它的 車內空間它的一個開闊度 包含我們現在 它其實能夠很輕鬆的在車內做站立 包含說它上方的一個置物空間也好 或者說後方的一個舒適性 能夠讓你在長途駕駛的一個過程當中 它會有非常多的一個 置物性便利性以及舒適性 甚至說如果你開車 長距離的一個運送累了 你進到休息站之後 其實後方它都還會有一個 可以躺的一個空間 能夠讓你盡量減少 長途旅程的一個疲勞感受 那上方的一個置物機能性 或者是說前方它能夠放置A4尺寸資料夾的一個 置物空間 其實這些東西都會是職業駕駛所需要 包含你說在運送過程當中 你所需要的一切 其實這些東西在全新的S位上面 它都有一定程度的堅固 而且非常的優異 那最後又來提到的就是 長榮機械或者說安東集團本身在 導入Evaco 代理Evaco這個品牌 過去就已經有 針對台灣市場 它有相當多的一個車款的引進 包含說在市場上面 我們先前有提到的Evaco系列 或者是說針對軍用 消防等等其他特規車型 其實也有投入相當多的心力在裡面 那其實這些車款呢 都會是對於 所謂的一個職業用戶 或者說專業使用者來說是相當好用 而且非常耐用的一些車款 那未來呢 其實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機會 來去體驗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車款 到底對於我們一般人的角度來說 它開起來做起來的感覺會是怎麼樣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還真的很希望 能夠試試看這樣子的車型 好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針對 Evaco S-Way系列 發表的一個介紹 我是Derek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